快过年返乡人潮多 大型的商场百货刚好是消费的高峰期 消防局也为了守护民众安全 由大队长规划 携手和深恒昌在金湖广场举行 火灾抢救演练 农历春节将近为加强大型场所的消防公共安全 那我们消防局第二大队 特别在今日结合深恒昌 办理一个场所智慧消防编组演练 在演练过程中 发现深恒昌的员工都能够熟悉 自己在智慧消防编组的一个任务 那有条不问的进行通报灭火避难引导等事项 但另外再过几天也适逢19消防节 所以我们在今天也特别邀请金湖公托 还有罗伊顿的师生前来参观 了解说当发生事案时 消防队员是如何救灾的 那另外在现场 我们也请我们的黄鲜的姐妹 还有消防同仁 为这些小朋友介绍最新的一个消防观念 让我们整个防火的知识 能够从小来扎根 而这一回动员是很常金湖广场的员工 以及罗伊顿幼儿园 还有金湖公托 还有直销易销 能力超过100人参加抢救演练 整个过程非常逼真 有效达到演练的成效 和参加抢救演练弹